大家看到的是核心医疗集团 设诈保3000万元 被约谈的营运长 这个林思宏最终是以500万元交保 而此案立刻引爆了议论 牧师赵小英今天发文了 提起当初验抗体一事 直言早就想要投书来揭发 他说去年四叉猫带头去核心 验结合性抗体 一时间大家都流行来 验结合性抗体 但注意不是中和抗体 四叉猫本来也问我说 要不要验验看 他说他自己问了 在美国学免疫级放射治疗的女儿 他就说验那个没好 他还说靠媒体出名的 这叫丑找 靠专业出名的才是真正的专家 最后赵小英也强调说 抗体其实有两种验中和抗体 就是才有用的 正常的诊所不会为了赚钱 去给你验那种没用的抗体 好 看出来 现在是有一些连环报的情况了 好 另外游淑惠 台北市议员的部分 他就在脸书上就发文就说了 只要是谁质疑核心 就会被喷的这个满脸都是豆花 先是柯文哲市长 被这个营运长呛说 听你在放屁 然后后来也到了他的脸书来呛说 看不起我 他就说了核心两位这个经营阶层 都是拥有庞大的粉丝群 还有一届的好朋友 甚至还可以来带动新闻的风向 你真的是 以前你觉得他有问题都还讲不得 所以卫生局的同仁私下也曾经说 只要对象是核心 我们压力都很大 昨天他说他看到这个新闻快讯之后 只跟这个议会的同仁说 又是核心 他说自己不认识核心 无怨无仇 但是他说他自己更是这个核心 是在他的选区的 而且因为选区内湖 等于说他是一个财力庞大的 而且他可以影响的是像是病患 家属他根本没有必要去得罪他们 你知道吗 所以台北市议员尤淑慧他就批评了 说不管是请立委来官说疫苗 或是说残疾巧妙的运用 只要谁去植核心 都会被喷得满脸豆花 他说希望这些医生们 就算你没有人心人数 也能君子爱财 至少要取之有道 好 另外带各位来持续关心到 是这一次的这一个 我们知道说疫情持续在扩散当中 其中我们有点到一个是居服员 他的甘妹是案17508 因为延伸到什么 他的老公案17804也确诊了 好 在这个部分 指挥官城时中就说了 他的老公对社区的威胁是比较小的 因为他是在隔离的过程当中发币的 也就是说 不是他在外面爬爬灶的过程当中 去发现的 而在这个裁剪出阳性 所以对于社区的风险是比较小的 而居服员的甘妹妹 家人当中现在累计已经是有三个家人确诊了 从这17473所衍生出来 大家知道居服员的 他有一位甘妹妹 那甘妹妹在电子厂上班 那总共在电子厂有五位 那整个电子厂的员工 也都送去我们的集中隔离 那电子厂这边大概 那条线上面纵使有出来的话 因为他们也都是 其他的被隔离都是一彩阴的 所以相对的有个案的话 那也是在控制范围之内 不过这个17507这个甘妹妹 前两天她留两个家人 那今天她的先生也确诊了 那不过这个对社区的威胁比较小 因为她已经在隔离中 而且是一彩阴 以后的隔离里面 在发病所产生的 好多人瞧玩很久的竹北大圆百 在天展电视营运 尽管只是市营运吸引来了好多的人 就有网友在PTT的八卦版上面问卦 说有没有竹北圆百在大群聚的卦 也有人在新竹报道公社贴出了 这个现场的状况 你连想要挤进去 进馆内都很难 出乎意料的超级大群聚 照片可以看到说 虽然它只是在市营运当中 但是人真的多到要满出来了 网友就说人潮都是来尝鲜的 毕竟这是新竹县第一家的大型商场 但是还是希望大家不管怎么样 保护好自身的安全 健康状况真的很重要 好 持续来看到就是台北市 有一名检疫的旅客 入住的防疫旅馆手机连不上网 所以他就打客服想要投诉 要求说换房间 没过多久 他情绪整个失控 暴冲到大厅 可是你该好好的隔离起来 你这样子跑出来可以吗 而这两名的远警跟李干事 赶到现在赶快来安抚 隔天再由另外两名的远警 将他移送到检疫所 但途中又发现说 这个货报个案确诊了 四名远警跟李干事 紧急是被匡列隔离 旅客结束隔离 提着大包小包走出饭店 宣布中的防疫进程车司机 立刻拿起酒精喷枪 帮旅客消毒毫不马虎 不过这间防疫旅馆 却惊传日情 有隔离旅客冲出房门 大闹旅馆 事件就发生在上个星期下午 一名旅客入住隔离检疫 但却发现手机连不上WiFi 热水瓶门窗把手也故障 旅馆人员穿着防护装备 前往处理 他频频抱怨动作太慢要换房 没想到换房后 竟情绪失控 暴冲到大厅违规外出 现在已经没有穿防护装备 他只有带一个医疗用的口罩 暗论应该是超过一个小时 两名园警和李干事 在第一时间到场安抚 把他劝回房间 第二天一早 再由另外两名园警 将他移送检疫所 但没想到却在途中 接获通报个案确诊 李干事他因为接到通报以后 他就前往去处理协调 我们的李干事就因此就这样 然后被隔离 确诊旅客的违规行为 造成四名园警和李干事 因近距离接触遭隔离 还传出员工气得提离职 根据调查春节专案 北市就已经有八名旅客 违规处罚 民政局也将依传染病防治法 处十万到一百万元罚还 记者杨中盛彭新美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处 就因此此又让我们拿本 historia 你发明了 可散出 重要邀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